慢慢人類就利用不同的物料製作工具 做甚麼? 哈哈哈哈 等一下我 甚麼? 利用 阿威啊 你覺得一個完全未接觸過音樂的成年人 現在才來學樂器會不會太遲? 你這樣一問 其實我都要分析一下你所謂的成年人 是18歲 30歲 還是五、六十歲那種 當然越年輕就越好 但是我之所以這樣問 其實是想讓大家知道 無論多少歲去學音樂 當你慢慢對音樂越了解 你的心理和心理都會產生變化 所以你拋這個問題出來非常之好 今天我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還未學過樂器的人 你們應不應該學音樂? 嗯 其實應不應該去學樂器這個問題 跟我們之前所說 怎樣去聽古典音樂是很類似的 因為如果對音樂有認識 真的可以提高你欣賞古典音樂的樂趣 對 學樂器是一項專門的學問 雖然很多人都只當是消閒的興趣 但其實這件事都可以是一個謀生的技能 嗯 只不過近代人偏向美性化和實務化 和世界大戰之後工業發展迅速 社會開始追求科技和現代化 令一直以來的人民藝術有少少受到了忽視 對 但是不能夠否定音樂對人類的大影響 尤其是一些供應世界的共通語言 可以表達出我們言語以外的一些情感 就算你未學過音樂 也會被一些優美的旋律感動到 嗯 我們學任何東西 都一定是由小時候開始培養就越好 音樂當然也不例外 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 我們反而可以調整一下我們學樂器的意圖 所以你之前提出成年人學樂器會不會是真的遲了的問題 我完全可以答到你一點都不遲 只不過學你剛剛所說 要知道我們自己的意圖 還有我們可以再補充 無論年紀多大都好 當一個人開始去學樂器的時候 其實你的身體都會作出一些相應的改變 這個是不是就是所謂的音樂人體質 你這個時間挺好 除了提高一個藝術的觸覺之外 其實我們還是開啟了一個大腦上面 一些未被開發的一些區域 首先人類是會對特定音頻會有共鳴的 而特定組合的音頻組合會產生和諧的聲音 大腦透過接收這些音頻會產生多巴胺 多巴胺是一種大腦的獎勵機制 會令人產生如月的情緒 而慢慢人類就利用了不同的物料製作一些不同的工具 即是樂器 通過組合這些不同的音頻發出聲響 而這些就是音樂 其實除了音樂 我們做運動或者吃好東西的時候 都會產生多巴胺 所以運動完比賽之前聽一些激昂的音樂 又或者去餐廳吃東西的時候有live music 這樣會令到我們的情緒更加愉快 就算是不懂樂器也好 分泌多巴胺只不過是人類大腦基本的一些機制 而一個學過樂器的人 他更加會開發其他功能 因為我們玩樂器的時候 最常就是融動我們的雙手 協調性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 屬於我們全腦的運動 能夠幫助我們發展我們連接左和右腦中間的偏低體 我都經常聽到學音樂是可以有助改善老人痴愛的 不過其實最重要是可以提高專注力和效率 因為人的大腦是會在你玩樂器的時候進行多工處理 尤其是跟其他人合奏的時候 要顧好自己演奏之餘 又要跟其他樂器配合 其實也是一種訓練 是的 所謂全腦的運動 即是我們玩樂器的時候 會用到幾乎大腦的每一個區域 特別是視覺、聽覺和運動的皮質 我們透過反覆的練習 鍛鍊出一套獨有系統 而且應用在日常生活上會更靈活變通去解決問題 我們都知道學音樂有很多的優點 但是這麼多種樂器 對成年人來說有沒有什麼建議呢 首先要說一定是鋼琴 因為它左右手協調度非常之高 一般左手負責和弦和拍子 右手負責旋律的部分 兩邊都是在做不同的事 左右腦的指令就最直接了 而我也知道有很多人 為了自己很喜歡的一首歌 就特意去學樂器 但是其實每一樣樂器 練習基本功是很重要的 而成年人其中一個通病 就是捱不過這些呼噪的練習 又或者花太少的時間去練琴 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學下去的動力 沒錯 坊間有很多促成的課程 專門為了都市人而知 三個月學會彈了一首歌之旅 將重點放下去 怎樣記得哪一首彈 去哪個琴的位置 這些我就不太推薦了 因為當你如果學會樂理 知道音階的運行和旋律和和言的關係 再去欣賞音樂的時候 你是會有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感受 或者以我們拍電影為例 以前小時候看電影 可能不只是覺得演員是否靚仔 或者故事吸不吸引 但是到現在 每個都最少有一個拍微電影的經驗之後 就會開始欣賞演技 攝影的構圖 或者美術和背幕等等 整個體驗又不同了 其實煮食都一樣 當你去學廚之後 再去餐廳品嘗美食 對於廚師選用的食材 烹調方法 擺盤 甚至是餐廳環境的配合 都會有另一種的體驗 始終我們說的都是成年人 成年人他們應該有自己的格調 而格調是培養出來的 學樂器都是一樣的 我自己初初學小提琴 不斷地去練音階其實都很悶 而且還要犧牲了自己的時間 就是那個去玩的時候 自己還在練琴 但是到了一段苦的日子之後 慢慢就開始上手 音色變得好聽 拉到完整的作品 就有成功感 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嗯 小提琴真的好講求音色 初初學的確會很難聽 姿勢也擺不好 對於一些成年人來說 如果想學樂器 有沒有什麼可以分享一下呢 其實小提琴和鋼琴 如果你要彈古典樂 都是一些高強度的樂器 如果你是去學鋼琴 其實我們現在會講的 鍵盤、劍琴、電磁琴 你會彈一些簡單的流行曲 是比較容易自己上手 和拿到成功感 又或者如果是有少少基礎 其實結他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結他我們有一些很簡單 譬如你學四個曲 已經可以大部分 九成的流行曲 原來都在四個曲去玩 其實你很容易就會有一個滿足感 做到一個治癒的效果 是 其實每一樣藝術的文化和創作 都是很不容易 但只要找到一件你自己喜歡的 不斷學習 最終都是會有回報的 所以我們會繼續分享 一些和音樂相關的資訊和娛樂給大家 有空也會走出去拍一些日常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給個like和subscribe 多謝大家 拜拜 東巴安就是一種令大佬的獎勵 東巴安 對不起 這是什麼人來的 我想知道 我們現在很好奇 救命 是越南 在哪裡